有关于边境放宽的政策 都会有一些出来 时间大概就下个月 那方向我要跟各部份 来做一些讨论 观光业盼望已久的边境开放 终于要迎来曙光了 陈时中表示 目前国内和境外移入的感染率 大约落在6% 风险相对平稳 因此考虑逐步解封 不只旅行业者期待 航空业者也是乐观启程 台湾的边境政策也陆续在松绑 那我们相信说在迎接复苏的 这个旅游的来临 应该是已经不远了 看见曙光了 目前台湾边境逐步放宽 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 6月1号起入境采拓役快篩 阴性即可离开机场 进行7加7的隔离 而日本作为国人 最喜欢的旅游国度之一 也将从6月10号起 开放国外的旅客入境观光 以阳性绿地的地风险地区 开始实行 而台湾也被列入其中 但国外的旅客 必须以参加旅行团的形式 才能入境日本 用日本独游的旗员仪式 象征虎航和国外信用卡公司合作 看准役后的旅游商机 除了抢先推出联名信用卡之外 机票的部分也会是 边境松绑程度 持续加开 接下来的航班包括说 旅游业者旅行社的一个定期的包机以外 我们也有这一个一般的 这一个FIT的航班 那事实上我们在随着疫情边境的松绑 我们还会持续地去滚动式的调整 增加这个航班 我认为大家都愿意去日本 我们会提供我们最好的服务 台湾联航公司和日本知名信用卡公司合作 提前抢供异后旅游市场 同时也盼望观光业寒冬过去 让城际两年多的国际旅游 再现新商机 今天是陈云庭 陈亦轩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